西列報導帶您探討水庫議題 我們台灣水庫密度相當高 大大小小一共有95座 今天介紹北台灣的翡翠水庫 這座水庫完全由台灣自行規劃跟興建 但是早年提出計畫的時候 反對的聲浪很大 擔心它距離台北市太近 一旦戰爭或者是地震毀損 台北市就會遭殃了 沒有想到翡翠水庫完工之後 不只替大台北面於缺水危機 也解決地層下限的問題 更有防洪的功用 天空飄著細雨 翡翠水庫旁的工程仍不受影響 這條全長約2.8公里的原水管隧道 為的是確保遜期時 大台北仍有淨水可用 104年蘇堤二颱風重創南四溪 造成南四溪的原水濁度飆高 導致會影響下游淨水場的水質處理 雖然有水庫 但這裡供水原則是 優先使用隔壁南四溪川流水 假如無法供應 再放翡翠水庫存的北市溪水 但過往兩條水路到淨水廠前就先匯合 所以即使水庫給出乾淨水也會遭到污染 北市府五年前另外拉出原水管 讓水庫水直送進水場以防萬一 太空時期的時候 我們還有肩負一個蓄洪防災的一個功能 盡量攔蓄水庫上游的一個洪水 濕度的減免下游地區洪水發生的一個風險 可以轉化為後續供水的水量 跟發電用水的水量 翡翠也是載草水庫 照理說直接攔截溪流水 會有不少泥沙流入 卻連續12年獲得優良水質肯定 營運37年是國內淤積率最低的載草水庫 只有6.91% 近五年年平均淤積量也只有30.3萬立方公尺 比設計時預估的一年淤積113.6萬立方公尺 少於大截 過去來看的話 翡翠的崩塌地是基本上是少的 翡翠流量現在用水翠過去了 那水翠在山裡面 其實對水庫的影響是基本上是微乎其微 在我們前方欄目扶詐的是 我們的自動水質分層的監測系統 那它每一個小時都可以在我們水體 不同的高層來來回來監測 來監測我們水質 包括溶氧PH這個導電度等等 因為是全國唯一依照都市計畫法 發設的水源特定區水庫 所以被限制開發 有良好水圖保持 更在今年率先啟動編波管理計畫 全國首創 在我們上游的這個編波去做檢視 如果有一些異常的徵兆的話 它早知道我們先可以做一個 水土保持的治理 先天條件加後天養護 其用至今水質水量都運作良好 但氣候變遷之下 供水壓力也是翡翠水庫不得不面對的挑戰 台北市有個翡翠水庫在那裡 未來六個月不會有缺水 因為即使六個月完全用我的水 你也沒有問題 但如果說今天翡翠 所以不只台北 桃園都用的時候 工業也用的時候 那它的六個月可能就變三個月 那如果又不下雨的話 那也是個問題 翡翠水庫的興建 當時淹沒1400公頃用地 犧牲了上千人家園 但現在回顧 不僅為用水帶來安全 防洪功能也保住大台北 免於洪災之苦 大約新聞 林怡婷 謝啟拳檢員及台北桃園報導